那么Socket套结字的一个概述啊 网络上具有唯一标识的IP地址和端口号组合一起 才构成的唯一识别的标识符的套结字 那么这个Socket什么意思呢 Socket其实翻译过来是这个插座的意思啊 是电源插座的意思 那也说其实通信两端 它都是需要这个Socket的 这里面有是吧 通信两端都需要Socket 两端都有Socket 中间是一个什么 中间是不是一个电线啊 这个电线就相当于把电流传输啊 网络通信其实就是Socket间的一个通信 那么数据在两个Socket间通过L流进行传输 也说我们的数据传输也是通过这个L流的 那包括什么上传啊下载啊 包括咱们局域网之间的这个发东西啊 这些都是这个L流 那么Socket在应用程序中创建 通过一种绑定机制与驱动程序建立了一个关系 告诉自己对应的IP和这个端口号 好 那么我们画个图来说一下它这个具体的原理啊 就比如说这个 那么这个Socket有点相当于什么呢 我把它比作这个港口 把这个电脑啊比作我们的港口 这个是一个港口 这个是一个港口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港口 那么在港口上我们可以建什么 是不是建对应的码头 这里面建了一个码头 这个码头其实就是我们的Socket S-O-C-K-E-T Socket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个码头 然后呢这个叫做Socket S-O-C-K-E-T 那么这有两个码头对吧 那么码头顶上有什么 是不是有对应的这个船呢 是有对应的船 然后这个船就怎么样 就把这头的货物怎么样 装到运到这头 好 把这头货物运到这头 这头货物来回运 那么这个船其实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I-O-L-U啊 它把数据给来回运过去 能理解吧 这个Socket 你就把它想象成无视马桶啊 是码头 然后呢 这个I-O-L-U就想象成这个船 然后呢它就怎么样 哎 把这个货物来回去运输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Socket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 那么概念比较多 大家可能会听得比较晕菜一点 一会我们就开始上代码了啊 好 那么这个支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好